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是家計會 我們成立了六七十年 這麼多年 我們做的事是否一成不變 已經喪失了功能 不如我帶大家了解多一點 五六十年代的香港 那時戰後人口真是膨脹 那時家計會主力 叫人計劃生育 今時今日香港生育率這麼低 那我們還不用教人節育 其實組織有家庭真是不簡單 如果要生孩子 更加要想清楚 計劃好了 我們有婚前檢查服務 懷孕前檢查服務 兩夫妻來檢查大家 雙風家裡有沒有遺傳病 有沒有飲疾 打德國抹診針 做好這些準備才生 這些服務是一般的政府診所 是沒有提供的 有時想生都不是太容易 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們一九五六年開始 已經有生育指導服務 那些生不到寶寶的夫婦 找我們 我們幫她驗精 檢查女士有沒有排卵 今時今日我們還拿牌 是可以做人工授精的服務 真是可以幫助一些 生活有困難的夫婦 後面這些有趣的寶寶相 就是她們的結晶品 看到這張虎科場 大家都知道 我們做很多虎科檢查 另外我們也有男性檢查 每年我們所有的診所服務 加加賣賣 都服務到超過二十萬的人次 避孕都是有機會失敗的 如果意外有了 千萬不要去找非法墮胎 香港的法律 只是容許在醫院 或者在加計會 做合法人工流產的手術 真的有需要 早點找我們 不要拖 小朋友生下來 都要教的 我們加計會 應該是全港最早 提倡性教育的機構 這裡就是我們的活動資源館 所有的家長、老師 或者年輕人自己 都可以上來玩玩遊戲 看看書 學多點性知識 年輕人開始戀愛拍拖 有時都會遇上一些困難 或者問題 我們的青少年保健中心 是可以提供到輔導 以及一些醫療服務 近期最受歡迎的 就是這個HPV疫苗注射 隨著香港人口老化 我們都開了更年期診所 骨質疏鬆診所 務求是做到最全面的 性與生殖健康 提供這麼多服務 你猜我們是不是 一個很龐大的政府部門 其實由始至終 加計會都是一個非牟利 慈善團體 我們大概有220個員工 還要走運香港九龍新界 我們有五間診所 三間清潤保健中心 六間婦女會 還有一個流動教學車 你說220個人手 是不是很多呢 我又上網找過一下 只是立法會的秘書署 都660個職員 足足可以做到三個加計會 政府又支助多少給我們呢 每年的經費大概三分一 多些是來自政府的 其餘大部分就是來自我們服務收費 所以其實市民對我們的支持 是非常之重要的 有空來光顧一下 加計會 是否仍是2個夠了 今時今日 我們不叫大家話生幾多個了 大家庭、小家庭 加計做好最精明 你計劃幾多個都可以來找我們